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 估计啊 是和咱们新来的那个何晨光有过节 都是新兵蛋的 能有什么过节 是不是 兄弟们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肯定有问题 呦 班长 文化人啊 哎呀 咱们的是文化人啊 没事啊 多看看书 有用 别整天垫着你拿电脑打游戏 你不就说我没文化吗 起立 叫什么 上去 三班长 到 这个 叫王雁丁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你班上的人了 这唱哪出啊 这是 你说唱的哪出啊 今天你们之间发生了一点小征服 我觉得正常 都是当兵的吧 男子汉 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 是吧 但是有一句话 三班的同志们都给我记住了啊 不要打击报复新同志 谁没从新兵过来过呀 不懂规矩 教的懂规矩不就行了吗 那什么 王雁丁 到 你去吧 班长 你好 蔡小新 怎么看人家呢 怎么看人家呢 你现在也是老兵了吗 是 以前六连的老兵欺负过你吗 班长 没有 黄班长对我特别好 你知道就好 所以嘛 不要学那些不招四六的坏东西 那行 继续干活了 明天设计考核 考核用箱 要全部操 是 新兵蛋子 总算落我啥嘛 你给我过去 你给我过去 坐 好 班长 请 今天的事情是我错了 我向两位班长道歉 道歉 兄弟们 他向我们道歉 道歉就完了呀 蔡小新 你一个上等兵就不是新兵了 刚才连长怎么说的 别学那些不招四六的坏毛位 跟谁学的 坐 这个 应该就叫缘分吧 你刚跟我们老哥给他打一仗 现在 要穿我手下的兵了 你叫什么来着 报告 黄雁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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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雁冰同志 不管别的了 我 欢迎你加入三班 坐 坐 保养枪支 明天考核用枪 都够擦好了 明天射击考核呢 哎 保养枪支你学过吧 师傅 老黑肯定教了 好 那看看你在新兵连学的怎么样 那边 试试呗 试试 可以啊 你再给我装上 你给我装上看看 你给我装上看看 哇 有装下子啊 你行 这枪撞真有问题 这是谁的枪 啊 我的 对是有问题 前几天我就发现了 一直没来的机会报呢 那你是怎么知道 他告诉我的 吹牛了吧 枪还能说话 枪本身就能说话 我用了七八年才能悟出来的道理 你现在就明白 但是 光说没用 明天射击考核 我倒要看看 你的实际射击水平 是 谢班长 陈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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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回来了 你别闹 一言难以 为了再冲 哦 来 各班都有了 向右看 去 向前看 赶去 各班报收 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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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我能快走 五公里愿言 立正 向右 阵 跑步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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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.56年就交上进了 5.56年就交上进了 5.56年就交上进